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两个滑表拼起来的 你看到没有 真滑表在咱们开门呢 这个地方就是凯兰呆大道 后面那个就是原来的国民党的总部 它正对着现在的所谓的台湾的总部 但是话说回来 这样的地方很少 并没有很多的旗帜 我们再看看下一张 来 这精神 我也有印象 他们这兵啊 这是中正纪念堂的一个宪兵 他们满脸是汗 小亮子 忍不住拍了一张 打仗不一定行 立正还挺帅 来看 理论后边好像什么 伦理 来 再看下边 下面就是本人的 跟孙艺仙合影 跟孙艺仙合影 主要是这个日子 一百年了 咱跟国父那里很致敬一下 对 这个 样子是比较老土一点 到此一游 所以 人站得挺端正 而且呢 这个两岸故宫都有展览 这次你看徐老师拿回来 这是专门他台湾为了纪念 这个精彩一百 这个国宝总动员 我发现台湾这个起名啊 深受他们综艺节目的影响 这国宝是总动员 他是一番苦心 他要面对现在的年轻人 对 所以他基本上 他故宫他也是这样 他要面对现在的年轻人 面对现在的年轻人 让一些比如说像周杰伦 蔡依林的粉丝都要来 那你得给人家说 精彩一百 国宝总动员 没错 据说他的东西是很多 他的馆呢 其实地方并不大 是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摆呢 他说要分几十次怎么样才能摆 他所有的东西要分几次 所以他就可以经常有各种不同的展览 换展 所以你说你以前什么常去是吧 对 我小的时候我念小学 我在台湾住的时候 我外公就几乎有一段时间去得很密集 就几乎各个礼拜去 后来是起码一个月去一次 所以基本上去过几十次一百次是肯定有的 那基本上是都看了不少 但也不敢说都看完 因为他很多东西他并不在轮胆范围内 对 他是也许是真的就存着 隔很久才拿出来一次 但是 坦白讲 我觉得年纪很小的时候去看 有好处 你知道很多知识 但是我觉得年纪太小 没有那种领悟领会的那个感受 是的 就比如说我小时候看 也就是个看 也是个知识上的增长 但你说要真觉得这东西有多好呢 那时候没有领略掉它的妙处 反而是年纪大了 上了岁数了 三十岁之后了 再看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近些年来是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呢 真的像徐老师说的一样 说你要喜欢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老了 不是老了 这个就是以前林语堂说的一句话 他说你二十来岁的时候 你就看西洋的东西 三十四十岁的时候 你回头进到中国 回到中国文化 回来了就再出不去了 这个中国人的一些东西 你才发现怎么这么好 我十几年就去过 我重新再看郭熙早春图 像完全重新看一样 就是你真的有很多东西 你以前看过吧 看过 知道吧 知道 对吧 王熙都看过 但为什么现在看就是不同了呢 我只能觉得这真是 说明你进步了 也许吧 说明你进步了 说明我老了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画家老师 他就是看大英博物馆 他说因为也有中国艺术品的 中国画的博物馆 他现在楼上 他看了一个西方的油画的展览 我这个老师 他自己就是画油画出名的 看了个油画的展览 然后再下来 看到中国的宋朝的画 看见中国的水墨山水之后 他感慨一句 他说这一笔西方的那个画 那就是葱爆羊肉 你看那个油画 那可不就是口味太重了 你看中国的这种真是 我是不是前阵刚去这个俄罗斯吗 他们那个八世纪九世纪 那就是不得了的东西了 那从那个到后来 他们的天翻地覆 可是我 我们看看我们那个八世纪 九世纪 那个那边唐玄宗写的字 跟我们今天写的字不一样吗 我们不就在学他那一笔一画吗 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承性 这是你是具体可感的 而且它有一点可靠在哪里 就是说 我去看的时候 正好碰到陈兵元夏小洪 北大中文系组 他说他们那边的这个写出来 只要不特别标出来 就一定是原件 我不知道北京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我常听说一种说法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诚信危机 很多人说 你在故宫看的这个 比方亲密上额图 那是仿件 什么东西那个原件是不拿出来的 什么什么什么 常常这样听 所以你就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原件 虽然我们这些人的水平 你不是原件我也分不出来 但是咱满足一份这种崇敬之心吧 就在你一尺钱 它是一个原件 跟它是仿制件 在我心里上影响是很微样 有分别 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我有点怀疑 我觉得北京故宫那个应该也展出 也是原件 也是原件 但只不过中国特别流行 就是说 这个好东西得流起来 只有这个讲法 按照这个逻辑 有时候我在街上碰到 这是什么县委书记 我说这个说不定也是仿制件 原件是在县委 办公室里都不出来的 没错 假的 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但故宫展出的也都是 不不不 故宫是人 故宫是人 你在台北故宫看 我这个国庆节还去了这个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 不是说多少万人吗 你就挤在那个十几万人里面 没错没错 那家伙人山人海啊 但是我去看的是什么呢 这个蓝亭展 蓝亭展 北京那个特展 蓝亭的这个特展 就是中国文化里边有一种蓝亭文化 对 你知道吗 这个蓝亭文化就是围绕着这个蓝亭集序啊 多少个踏片 多少个仿制剑 但真正的那个原件没有了 据说是在陪着唐太宗下葬了嘛 唐太宗太喜欢了下葬 但是也有人怀疑 说难道说他儿子这个唐高宗李志啊 还是包括武则天 不抢救吗 真听了他的话 给他殉葬了吗 说也可能不在唐太宗的坟里 也可能在武则天的坟里 就是说有这个说法 但是他搞这个展览 我可以证明是真的 是原件 就也是很近的距离 就过去乾隆皇帝说呀 三西唐法帖 三个嘛 你在台北故宫 有这一个就是王羲之的快雪石晴 对对对 就在台北故宫 还有呢 这个王寻的博敬帖 还有什么王献之的什么帖 总共三个 我看到另外两个 主要看的是当年唐太宗 太喜欢这个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然后找的这个叫冯承素 这么一个人 就是就是谋啊 谋话据说是高仿真 据说是高仿真的 反正然后呢 你就看又延续下来 中国就是这个蓝亭文化 哎呀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原来很多呀 原来很多 但那个特展又专门要买门票 不用 它是包括在总的门票里面 对对对 你看一般故宫门票 听说是60块钱一张 我呢多了40块钱 因为我买的是黄牛票 排队 你排一天你也排不到啊 那天 枪枪赛也行 广告之后见 哎在这个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之际啊 我们讲讲这个老祖宗的东西 是吧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徐老师还带来照片 就两岸的这个 呃咱们看看啊 有这个徐老师在台北故宫 哎我这个先给你看徐老师 这个这个是我最近在河南博物馆 嗯 青铜器啊 连鹤方胡 你你看看这个漂亮啊 当然他这个拍的太差了 来再看 再看下一个照片啊 你看顶上啊 有这么一个鹤 鹤了 所以连鹤方胡 那展翅飞翔的鹤 你再看下面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你看春秋连鹤方胡 当年这个这个对这个 这个这是举世文明的啊 这个青铜器 而且这个郭沫若 你看下面 我要这个说的就是郭沫若 你看啊 郭沫若这个专门对这个胡啊 有这个一番评论 连伴之中央啊 复立一个什么 清新俊逸之白鹤啊 然后呢 他认为 做这个玉冥之状 他认为这是 这个时代精神之象征 此鹤突破了 上古时代之鸿蒙啊 正惆怅满志 你就皮泥一切啊 踏着 踏着这个传统 于其脚下 而欲做更高 更远之飞翔 这正是春秋初年 由殷州半神话 脱出时 一切社会情形 及精神文化之一 如实表现 我为什么特别引用 郭沫若这个话呀 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外行啊 我对他有怀疑 我也是 我没查原文 我认为他如果没有什么根据的话 他这么讲啊 那是他又在瞎说 就是文人的这种 你怎么知道 那个年代的那个青铜器 上面有个鹤 那就是把旧时代的精神 踩在脚下 踏传统于脚下 新时代的精神 展示飞翔 我觉得郭老未免 有点抒情了吧 郭老一向如沈睡 所以我常常觉得 于秋雨跟他很像 这方面 他们写的东西 都有这种抒情感 文人抒情 说话要有根据的 对吧 不过但是他那一届里边 对他那个时期的 那个青铜器的名文的考证 他是很有名的 还是比较成人的 但是刚才那段话 那段话有点太诗人气 太女神腔了 他到晚年的研究 李白杜甫啊 什么写这个 这个帮曹操翻案啊 那些是很配合当时时政 郭沫若是有这个 对 因为你很难说 顶上一个飞翔的鹤呀 我觉得如果没有更多的 更多的资料 你怎么能说 那是表现时代精神 底下这壶就是旧传统 鹤把他踩在脚底下 新时代到来了 这有点 这好像在讲五四 咱们再看 咱们再看啊 看看徐老师 从台北故宫偷回来的 对 这要能偷的回来 这我是在那走累了 走累了说 要能偷的话 偷哪 你想说这是什么 这是毛宫顶 毛宫顶 很出名 很出名的 他最出名是因为 他那个里边有很多 五百多个字 对 所以他是顶很多 咱们再看看 但是他那个 那个 那个 价值非常高 那么这个顶的故事 它是这样的 他是道光年间出土 那么端方他们收藏 是 到了民国期间呢 是叶公钞 叶公钞的老爸 对 没钱了 把他抵到上海的银行里 然后他又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了以后呢 他要叶公钞 把他带到香港 因为日军要占领上海 他的妾 他的 所以小三吧 这小三不可靠 就是这个地方 就向日本人告密 就说这个 我家主人有这么一个东西 能卖多少钱 什么 日本宪兵就去查 查以后呢 他们结果 叶公钞 他们仿做了一个 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 可以仿做了一个 骗过了日本人 把这个顶 真的从上海运到香港 后来又运回南京 交给南京的政府 后来就随着到了 台湾 现在是他们的镇管 镇管之宝 所以单凭这一点吧 台湾也不能脱离中国吧 对不对 你看镇管之宝都在那里了 徐老师 你这我也要跟你重复 上次我去台北 一个老敌史司机 拉我到台北故宫 我跟你说过 那老司机就是绿党的 绿党的 林料我下车的时候 说了一句 说如果我当了总统啊 这里边的东西 全还给你们大陆 都是抢你们的 偷你们的 那不是我们的 我像这道大方 这不错 这是有绿党政治水平的 没没 他在搞台图的 还说这是你们中国的 那不是我们的 那按照他这个讲法 如果罗浮宫说 送一半收藏给他 那我们也不能要 可真是 不过我这次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 博物馆还真是要去看 当然 就是说你同样一本书 你可以把博物馆 介绍得很好 你今天你随便买一本书 打印博物馆 罗浮宫都很有 但是直到你站在这个东西之前 就我刚才讲的 直到你站在这个真品之前 你才会重新回过头来看这个书 你才把这个东西消化了 这个听上去有点玄乎 就是说你单在画面上看 跟在看食物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那当然了 而且我们要了解这个博物馆 它很有意思 每个国家那种最大型的 国家级博物馆 一般都有很强烈的一个政治意味 绝大部分的国家博物馆 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在欧洲比较早 是18世纪末 19世纪初成立 那正好就是现代 因为我们叫民族主义 是很现代的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出来 民族国家出来之后 每个民族国家都要找回 能够让国民骄傲 找到认同的一个东西出来 那就是这个国家博物馆 同时这个博物馆里面 陈列的东西 等于在说一个故事 告诉我们的国民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我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的历史 跟我们的今天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更有趣的是 大部分这样的国家博物馆 都是过去的皇宫 这就恰好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因为你民族国家 其实是个新生产物 你怎么说 能够说以前明朝 唐朝那个东西 跟你是连续的呢 那你就直接把一个皇宫 接下来 就皇家 皇家是私人的 这些宝贝 这过去不是老百姓的 他都是亲世私人 对啊 他现在把他是剥夺出来 说是属于全民族的 民族这个东西是抽象的 他是等于是从古到今 那么多人的 也都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这是整个博物馆 尤其国家博物馆 两岸故宫 这种国家级博物馆 他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 在今天看特别重要 为什么 因为辛亥这个革命 其实是有个法统问题 这个法统问题就是 你如果真的是革命 像美国独立战争 那种革命的话 那你就跟过去那个英国 是断绝关系的 是断掉的嘛 对不对 这是个独立战争 但辛亥不是这样的 辛亥是什么呢 辛亥现在很多人认为 他是继承清朝 他又是革命 但是同时你要解决一个 道统问题的话 他是继承的 为什么 因为不要忘记 他整个革命最后成功的关键 是清帝的退位造书 但是他革命党是驱逐打鲁 恢复中华 那时候早就讲五族共和 这就是问题了 假如南方政府 真讲驱逐打鲁恢复中华 你知道当时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满洲就没了 满洲就没了 你知道最初革命党的想法 辛亥成功的时候 革命党是说什么 我们18省自己统一就行了 满洲你们是你们的 黑龙家不关我们事 所以当时蒙古 也有人蒙古王公起来说 我们效忠的是清朝皇帝 你这都不在了 那我们也就独立了 西藏也说要独立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 南方政府那套革命讲法的话 那是汉人革命 那是汉人叫恢复大名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就走向共和 你看他那个精彩100里面 各种展厅 第一个展厅展什么 你们能猜得到 他第一个 不是毛空顶 是18几几年到现在的 这个外交条约的正本 南京条约 这个什么北京条约 我是第一次看到香港九龙被割让的条约的正本 中文英文全在那里面 历代的正本 这是他第一个 你看这个国族教育的传承在这个地方 档案都得留着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些故事啊 你像我这次去故宫展 我就想起这中华民族的感谢张伯鞠啊 因为蓝亭展里边 我看到最早的末迹啊 就是陆基的平复铁 那么咱们读过记载 张伯鞠先生收藏的 买了 我把一宅子的钱买了 他里面专门也有个展 就是各个时代很多人捐赠的 对 那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在想 假如我今天人到晚间 我自己藏了一个 也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是传给后来呢 还是捐给国家博物馆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他体现一个什么信任啊 就是说你当然是钟爱他 但是你捐给他 你得知道这个博物馆 真是他真的能够保留这个东西 保留好 他不会被人机器压碎 他不会被人拿来额外赚钱 你说很多人这么捐赠 我看到的是一份份心啊 就是说对于这种传承 这个捐的原因啊 也可以是很复杂的 在不同的时代 但是我就说啊 这个文物啊 这个你刚才讲这个博物馆呢 你真是你在台北故宫 今天看到的 那都是经历难迁 很复杂 对 有些已经去过美国了 他一件都没坏 一件都没丢啊 当年的这个人呢 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捆扎方法 你知道经历这么样的 沧桑 这个战乱 对没拍X光照片压碎了 没错 我那个那天看那个一个纪录片 还讲这个卢浮宫 你知道也经历过 当年怕纳粹德国轰炸巴黎 他们就搬 你知道搬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法国这个民族 蒙娜丽莎镇馆之宝 专门用一个密封的车 封着 专门专车运这个蒙娜丽莎这幅画 里面还有一个专人工人 专人一路跟随看管 说因为这个密封啊 做的是如此之好 所以到战开箱的时候 这张画完好无损 这工人呢昏迷了 憋得昏迷过去了 而且就是藏在城堡里 那么希特勒来了之后 纳粹德国其实知道 他们藏在城堡里 但是呢 没去动 因为怕啊 你要一动这个 法国民族不投降了 怕他们集体叛变 就是说 你把我们这个东西再给动了 所以他一开始都没掠夺这个 他去掠夺犹太收藏家的 你们想过当初巴黎啊 那么容易被纳粹攻陷 其实这个理由 理由之一就是要报纸 就是这个 不要玉石巨神 对 法国人说我们放弃 说这个东西我们要留着 说我们宁愿放弃首都 我们不跟你玉血奋战 到什么最后一枪一袋 然后一砖一瓦 我们这个城不能让他回 法国人 这是为了他们的文化投降 这是你 谢谢 谢谢 谢谢